蒋介石延令死守此城三个月,没想到只坚持了九天,日本人都无法理解。 1944年9月11日,日寇进攻黄沙河陈慕农不止抵抗了一天,黄沙河即失守了9月13日,日寇进犯全县仅经一夜战斗,陈慕农就擅自撤出了全县县城撤退衔,将储存在县城的大量军用物资部分粉毁。 张发奎文全县施县非城镇怒决心,非把陈慕农言办,不可他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届时,蒋介石怕此事败露,急命张发奎诉,将陈慕农,处决9月20日陈慕农,在桂林未经任何军事审判就被处决了。 蒋介石届时极不可待的,把陈慕农杀掉起墓地,有二一是杀人灭口,掩盖其见不得人的勾当,二是告诫新贵戚守城及其他部队,要按蒋介石的命令执行死守桂林三个月,以遂其借刀消灭,一己之际全县失守。 桂林告急白重洗在全县失守的当天晚上,便在桂林召开作战会议,守城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和主要参谋人员参加,会后白又召开少数人参加的秘密会议。 1944年10月下旬,在桂林城外围的第16级团军总司令等部队,均向后逃跑了桂林的守城部队,成了孤军日寇兵临城下,奄奄实实毫无顾忌地将桂林城包围了从11月3日起日寇。 即大举功成,守军虽英勇抗击中英重挂悬殊,孤军无缘伤亡过大情况十分危急战斗到11月10日敌已突破守军多处防线,突入城内当日黄昏。 维云松已无限电报,要求张发奎准与突围张,却要为死守待人还骗为说,援军正在行进中,然而几乎所有的中国军队将领都无心保卫桂林大敌当前,将领们考虑的都是如何保存自己残余的有生力量,各自给自己打起了算盘。 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已经丢失大不重要的交通要道日军,还在向桂林和南宁进军,如果不保住一些基本力量和地盘,他就是一个光感司令。 11月10日晚,维云松又以电报向白重洗和夏威要求准与突围。 夏威接电后,敦促张发奎下令批准,张,仍不应允,两人便大吵起来白重洗接尾电报后,也向蒋介石届时要求准与突围。 据说白重洗与蒋介石也争吵了一番,后来蒋介石届时虽然答应准与突围,但到11月11日才发出复电。 然此时桂林城已被敌攻破,而示现了让人唏嘘的事。 蒋介石延令死守桂林三个月,实际只战斗了九天即告失线了。 日本军官对国民党部队这种作战方式都无法理解,为什么他们没有顽强抵抗呢? 12月1日张发奎的司令部,无法在广西立足,不得已退入贵州。 12月2日,日军进攻至贵州境内的独山贵阳感到威胁。 贵阳距离重庆距离不到400公里陪都,顿时陷入惊慌,甚至有迁都西昌的提议。